3月27日凌晨1點30分 海南航空海口巴黎往返航班HU-787 從海口美蘭國際機場滿載35噸貨物起飛 標誌著海南自貿港首條定期週際貨運航線正式開通 該航線是海航與法國郵政旗下 Lenton集團聯合開展的常年定航貨運合作項目 海南航空飛行部總經理劉陶林介紹 航班由波音787-9機型直飛 單程飛行時長13小時 每週兩個往返 共4個航班 本次航班運輸出行貨品主要是快件電商貨物和普貨 約為35噸 實現了滿載飛行 後續海南航空將繼續拓展免稅品進出口運輸渠道 為跨境電商和免稅品提供快捷的貨運運輸保障 劉陶林表示 開通海口往返巴黎定期週際貨運航線後 有助於促進中歐之間的商品貿易往來 以海口作為出行點與回程入境點 將匯聚長三角 珠三角等多地貨運 聚散在海口實現國內國際貨物在海南自貿港中轉聚散 為中國和歐洲商品貿易往來開闢新的路徑 據介紹 後續海航與林特恩集團 還將深化合作 增加更多週際航線